但其实我还有没有完全的,有推荐资本并没有真正的进取,我还要有一个单教考试,得过来考试才行,所以说这个事情还没有正式的完成。 那么如果说真的有幸能进入清华去寻找,学习也好,我觉得这是对我人生的一个很好的帮助,也是完成了我20的梦想。 因为围棋上的梦想已经实现了一次又一次又一次,因为其中小,所有棋手的梦想都是拿世界冠军,但是我拿了这么多次以后,我觉得围棋能走多远就走多远,我希望能拿更多世界冠军, 但是这个读书的事情呢,我觉得也是,我自己也是在想,我也希望能够,就是说有一句话说这个好,我就觉得就是有些事情是功夫在其外的。 那么现在其实大家都是在用AI训练,那么大家训练方式也差不多,那如何才能就是说更接近自己想要的一个状态呢? 所以说我也想过很多,其实我觉得读书也是个不错的选择,我会很幽默地去读书,但也会很幽默地下戏。